大家好,歡迎收看交通講的影片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就是 將軍路至長沙灣巴士路線系列的第四站 城巴的795號線 這條路線來往將軍路工業村和長沙灣海達村 途經來港城 由麻地 旺角 美孚和長沙灣雙某區 取得將南公路 啟德隧道 東九龍走廊和西九龍走廊 與途經將軍路隧道的795P號線 共同衛夜出刊性提供繁忙時間 突快來往九龍西的服務 這條路線在2022年12月12日 配合將軍路自南田隧道通車而扣入服務 會在上午繁忙時間和下午繁忙時間 分別開出兩班單向班次 我們今天承拍的就是 8點10分的 將軍路公村開出的尾班車 由於這條路線 本身的計劃就好像是 在將軍路自南田隧道通車之後 會取消795P 並且將全部資源頭放下來795P 走經將南隧道而不經將軍路隧道 但是在將南隧道通車之後 除了開辦兩班的795P之外 還保留了一班的795P 都是由將軍路前 都是由將軍路工業村開往 長沙華海達 但是唯一的分別就是 途經將軍路隧道 也是為巴斯迷所討論 也是在795線首行 那天有記者來乘搭 並且將這兩條路線作出比較 我們今集就為大家看一看 795號線的表現 下一集就會為大家帶來795P 795P是在 795號線頭班車 即早上7時50分的頭班車前的20分鐘 即是7時30分 將軍路工業村開出 現在這一班 差不多就是這一個時段 前往長沙華的最後一班巴士 受惠於尾班車效應 可不可以吸納到更多的乘客 我們就看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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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是8時25分 現在的時間是8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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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15分的車輛 我們都完康城準備 再走出來就會出一道路 在康城這一段 最多人上車的心站就是一出康城 進行中心和進海都分別有5至6人上車 其實總體出港紅的人不太多 大概有35人左右 比不上之前所做的 H93、296P、296C 都是多客戶的路線 那就並沒有受到 這個美版車效應的 優點所影響 我們現在就看看 在康城的客戶分布是如何 在康城的客戶分布是如何 我們現在就看看 我們現在就看看 在康城的客戶分布是如何 我們在康城的客戶 我們這邊我們可以 在康城的客戶 如果我們在康城內 找出名額 所以我們在康城的客戶 要在康城裡 那個有多數 有一段 vectors такое 我們是示範的 如果我們要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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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